当选《奇金飞烧玩艺节》已于7月9日登场 结合了《奇金必吃美食》、网美打卡景点 打造了以受伤动物园明星动物的狂欢派对主题是沙雕 沙滩上也布置各式休闲座椅以及沙雕被可以 周周有不同的主题派对 如小小沙雕时体验、夜间观星赏月、极限冲浪 在7月10日周日下午3点至6点举办飞扬风筝秀 还有热血沙滩排球赛 报名时间至8月12日中午12点 第一名团体奖金为1万元 第二名奖金5000元 第三名奖金3000元 7月10日还有《奇金妈祖辈全国冲浪赛》可以观赏 周日活动真是丰富 紧接而来的活动是下周的高雄奇金啤酒嘉年华 活动时间自7月16日至8月13日 这五个周六晚上会有不同的音乐主题活动派对 市府已经预告7月16日的开幕之夜有个大彩蛋 如今答案也已经揭晓 就是国民姐夫居俊燕将参加当晚的演出 让高雄地区民众也能一督姐夫风采 交通部观光局公布 由由国旅振兴计划自7月15日实施 自由行旅客 在周日至周四入住台湾旅宿折抵800元 另有加码500元条件 若是入住新级旅馆或是浩克民宿 自行车友善旅宿 环保标章旅宿 温泉标章旅宿 或是旅客完整接种三剂新冠疫苗 可以额外获得中央这500元的加码 若是入住高雄旅宿 高雄市又给予特别加码多200元补住 而且高雄另外给予周五住宿的500元优惠补助金额 喜欢旅游的朋友 必然很开心有这样的优惠 另外高雄市观光局 还有加码补助到迄今的30人以上旅游团体 美团补助车资3000元 大家来充分享受这夏日时光的旅游活动吧 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